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曾洁明 今天我想谈一下新冠状病毒瘟疫的疫情的持续和不断的恶化 他会对他正在使得习近平复辟文革是极权 如意算盘遭受严重的挑战 他正在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民众决心 并且对共产党政权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这么持续下去会对中共政权造成巨大的威胁 我上一期节目已经讲了 就是习近平他应对救灾他的种种措施 你不能够从救灾的角度来理解 因为他的主要心思并不是在救灾上 他的主要心思是维稳 就是要防止新冠状病毒瘟疫引发的这个疫病危机 对中共政权 威胁到他中共政权 进而他要利用这一个危机 扩大他的专制权力 就是说把坏所谓的把坏事变坏事为好事 就是利用这个危机 把责任推到这个地方 把前阶段治理危机不利的责任 全部推到这个地方领导人的头上 进行走马换将 安插亲信 然后煽动这个把权力下放 动用这些大量的动用基层社会的这些红袖套 实行这个文革式的红袖套专政 制造这个社会恐怖 达到维持共产党政权的目的 维持甚至是巩固共产党政权的目的 那么习近平他要达到这个目的 他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 疫情不能恶化 疫情要尽早结束 但问题在于这个新冠状病毒 他并不听从共产党的指飞 病毒他并没有党性 病毒他也不受共产党的洗脑 病毒他很难封堵 他特别是这个新冠状病毒 他有变异性 他的传染性极强 而且有变异性 也很难封堵 所以这就注定了习近平 唱的这个高调 所谓打一场抗议的人民战争 变坏是为好事 利用瘟疫来制造他 对他的个人崇拜 来复辟文革式的集权 通过复辟文革式的红袖套专政 来实现毛泽东 来获取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 至高无上权力 也就是作为一个共产党独裁者的最高权力 他的如意算盘 注定会落空 而且 他会注定引发 他自己的垮台危机 以及共产党政权的危机 现在 已经出现这种迹象 就是这个疫情迟迟 不能缓解 甚至加剧 疫情的加剧 又造成了这个人心的恐慌和绝望 转额 看透了这个共产党政权的民众会越来越多 昨天 有确切消息说 昨天武汉大量的居民出逃 大概有28000人 很多人就是 是徒步的出逃 或者是骑自行车 因为这些人 这就反映了 武汉的疫情 是在加剧 在恶化 武汉的居民 大批的死去 得不到任何救助 甚至不是新冠状肺炎的病人 也因为得不到医治而死去 甚至不是新冠状病人 也不是别的病人 只是因为 有一些这个疑似 比如说这个感冒发烧 他也被强制隔离 与这个新冠状病毒的感染者 关在一起隔离 那么 就随着这种 严峻形势 的持续 越来越多的人都看透了 共产党政权 首先是越来越多的武汉人 看透了共产党政权的真实绝脸 封城就是要他们去死 就是不管青红照白 让武汉所有的人去死 所有的老百姓去死 那么 因为这种看透 他所造成的这种绝望心理 这个越来越多的武汉人 就会采取反抗的行为 那么 因为这个对共产党政权的恐惧 最粗的反抗 便是一种消极的反抗 又就是大规模的外逃 就是外逃 越来越多的人外逃 我惹不起你 但我躲得起你 那么 这个是其一 武汉之外 别的这些地方的民众 他也会逐渐 他也会随着疫情的这个 持续 他也会 越来越多的人 看全中共宣传 文革市 假大空 的虚假 他也会认清这个 现在习近平完全就是靠这个 集权专政 就是复辟文革市的集权专政 以及愚民洗脑 这个加大愚民洗脑的力度 贴贴各个省出来出台利好消息 正能量 新增 感染零 新增感染零 各个省捷报平全 很多省都是 都放出了这个政治数字 新增感染零 死亡再下降 或者死亡是零 到处利好消息不断 但另一方面 这些却是封城丰富 越来越多的地方 实行这个战事 严厉的管控 在街上对那些不听话的人 不戴口罩的 不听话的人 甚至出门抽资业的人 都实行这个迫害 殴打绑架 这种反差会使越来越多的人 清醒过来 认识到他的媒体 放出的各种正能量 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反过来会使得 这个习近平当局的 威信扫地 另外这个习近平 习近平他采取 他面对前一阶段 瘟疫 这个应对新冠状 瘟疫疫情的这种 完全错误 霍国殃民的这种做法 污盖子 导致瘟疫大爆发的这种做法 他把它完全推到这个地方领导人 推到湖北武汉领导人头上 说是他亲自甩锅 炮制了他1月7日的所谓的指示 所谓他1月7日就已经指示了 要严防死守 是武汉和湖北的领导人 拒不执行他的指令 进行乌盖子 造成这个瘟疫大爆发 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会问 那为什么这个李文亮死后 你们越来越多的李文亮被抓呢 为什么 你亲自指示 你1月20号承认疫情 然后火速封城之后 对这个真相的野盖 对疫情的野盖 更严厉了呢 对言论自由的打压更严厉了呢 那到底 你既然说你要求这个 你既然说你1月7号 就要求地方政府 讲真话公布疫情 采取防疫措施 那么现在你为什么 仍然在打压这个讲真话呢 仍然在乌盖子的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会进行质疑 他把这个责任推到地方领导人头上 这么甩锅 会引发地方 中共地方官员的反弹 会导致地方官员的离心离德 所以随着这个疫情的持续 他的危机会加深 习近平 他那一伙人 他赌 他要利用瘟疫 复辟文革式的集权 他有个前提条件就是瘟疫 就是新冠状瘟疫 缓解 而且要尽快的缓解 但瘟疫并不听他的 如果瘟疫持续的话 他不仅他的如意算盘会落空 反而会加深共产党政权的危机 所以这个 有句话说 这是自以为得计 人算不由天算 假大空窝盖子 文革式的宣传洗脑正能量 他也是有条件的 你比如说 要像这个2003年 非典疫情时期 随着这个夏天的到来 非典就 不知不觉就结束了 但这个新冠状病毒 它并不是非典病毒啊 新冠状病毒的传染能力 比非典病毒强六倍 而且更可怕的是 这个新冠状病毒的变异性 现在四川成都已经发生了一例 就是新冠状病毒的病人 他熬过来了 他挺过来了 挺过来然后出院了 照理说 就是其他的传染病 比如说流感 还有非典 照理说 挺过来的人 他会对这个病毒 会产生这个抗体 他就不会再得 同样那种类型的流感 或者是再患非典 他就不会再感染这种病了 但这个成都 这个病患者出院 仅仅10天 他又感染了这个 新冠状病毒 又被迫住院隔离 这个反映了什么呢 这个反映了 那个病毒变异了 那个病毒变异了 他虽然产生了这种新冠状病毒的抗体 他虽然全 因为他挠过来以后 他产生了这种新冠状病毒的抗体 但是那 那个他对变异的这种新冠状病毒 他不具有免疫性 他又染病了 所以这个最可怕的地方是这里 所以习近平 他梦想 这个会随着气温的 回暖 新冠状 瘟疫会自动消失 就像非典那样 他这个如意算盘 注定会落空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 现在这个 泰国 新加坡 香港 台湾 已经是北京这个四五月份的气温 已经是武汉四月份的气温 那么新加坡 新加坡的那个气温 也就是中国夏天的气温 中国大部分地区夏天的气温 新加坡现在的气温 也就是中国大部分地区夏天的气温 因为新加坡 它是没有冬天的 它是热带国家 那么这个新加坡的疫情 仍然在蔓延 这就反映着 这个新冠状病毒瘟疫 不会随着这个夏天的到来 而消失 所以 这个新冠状病毒 疫情迟迟不能缓解 将对习近平的政权 将对习近平的地位 以及共产党的政权 造成巨大的威胁 另外一个话题 我另外一个话题就是 是一个没有人谈过的话题 刚刚出现这个苗头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苗头 是什么苗头的 就是中共 中共当局 现在已经开始 采取 对这个异议人士 采取 一种卑鄙的谋杀的手段 什么谋杀手段呢 就是 污蔑 异议人士 是病患者 是新冠状病毒的感染者 然后 把这个 异议人士 与新冠状病毒 真正的感染者 强制 关在一起进行隔离 这样就造成 这样就会造成 这个 异议人士 被人为的感染新冠状病毒 肺炎 面临死亡 面临病死的威胁 中共当局已经 已经开刀了 首先是 拿什么人开刀呢 首先是拿 这个 新冠状病毒 瘟疫的这种 活跃的 维权人士 开刀 因为新冠状病毒 瘟疫对中共 一党专制的体制威胁极大 所以 对中共当局最恨那些 在第一线 第一线报导 新冠状疫情 真相的那些维权人士 比如说一些志愿者 比如说方斌 还有这个 公民记者 陈秋实 第一线到 到武汉第一线 冒死拍摄 新冠状疫情的方斌 还有 到武汉第一线 冒死采访 新冠状疫情的 公民记者 陈秋实 这两个人双双失踪 方斌 迄今下落不明 陈秋实 已经证实 被武汉 中共武汉当局 绑架 被当作 新冠状病毒的感染者 强行隔离 与这个新冠状病毒 真正的感染者 关在一起 这用意很明显 就是要他染病而死 非常卑鄙而恶毒 然后这个 如果一旦陈秋实 不幸感染了 新冠状病毒 病死了 他就可以说 他怎么可以说 他是染病而死的 因为本身武汉 就是重灾区嘛 染病很正常嘛 你染病而死 我还进行了权力的抢救 因为中英抢救无效 不幸去世 他还给你猫哭耗子 给你流几滴鳄鱼的眼泪 这就非常卑鄙 因为另外还有一个潜在的危险 就是中共当局下一步 很可能对这个异议人士 首先是已经拿新冠状病毒的志愿者 公民记者开刀了 拿这些揭露新冠状疫情真相的人开刀了 但下一步 中共很有可能 对这个异议人士 民命人士 以及宗教信仰人士 开刀 就污蔑你是新冠状病毒肺炎 患者或者是病毒感染者 以救治为民 把你强制隔离 让你被那些真正的 带毒者病患者感染而死 这个是一种非常卑鄙和恶毒的 这种谋杀的一种谋杀的伎俩 那么随着他这个共产党政权危机的加深 习近平很有可能 习近平当局很有可能采取 这种人为感染 大规模的谋杀中 异议人士 这种卑鄙的伎俩 很可能会采取这种谋杀手段 现在已经 有确切的消息 现在中国的多个监狱 已经感染了这个新冠状病毒 而且疫情蔓延 非常迅速 现在山东监狱 湖北监狱 武汉监狱 山东监狱 江苏监狱 广东监狱 河北监狱 都有 都发生了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 而且这个中国大陆的监狱 它是毫无人道待遇的一个地方 也说的不客气一点 就是人间地狱 那个看守所 因为我本人 都就是从这个中共当局的监狱里面走出来的 我的亲身经历见证 这个桂林是第二看守所 当然也绝对不是桂林一个地方 也许桂林看守所的待遇 比起其他地方的监狱 还算好的 不论是桂林 不论是这个古刘山 都是第一看守所 还是第二看守所 都是人间地狱 十几个人 挤在一个 大概十平方米 或者不足十平方米的笼子内 钢筋混泥土 根本没有床 那个厕所也是无择无挡 就这么一个宝坑 一个冲水管 就新到的这个人饭 只能洗地而睡 就睡在地上挤在一起 这么密集恶劣的环境当中 是非常容易感染各种病毒的 监狱一旦感染了 那么就是很快就会变成大面积的感染和死亡 因为监狱的医疗条件是非常差的 一般的病它根本不给你看 所以这个苗头是非常可怕的 非常恶毒的 我在此要提醒大家警惕 关注 你像现在中国 有中国曼德拉之称的 中国民民人士 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 中国民主强运动的核心人物 还有这个六四参与者 可以说是民运的三朝元老 民运中国大陆民运史的活化石 秦永敏先生 他迄今为止 他也是中国坐牢时间最长的反对派人士 他已经坐牢28年了 他被关在这个湖北的监狱中 现在情况如何 没有任何消息 因为武汉和湖北 是这个新冠状病毒瘟疫的重灾区 监狱已经感染了瘟疫 这个是确切消息 那么他们对 中共当局对秦永敏这些良心犯人 这些反对派人士 他会如何处理 这就非常的凶险 为什么呢 因为一旦这个政权的危机加深 我相信习近平他是做得出来的 因为彭明的能力特别强 能量很大 因为彭明他在反对派人士之中 他能力是特别的突出 他的这个口才 笔才 组织管理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 都是一流的 那么中共把他抓回来以后 关在湖北咸宁监狱 就把他给堵死了 因为认为他这个人留的是一个后患 而且中共对自己到底能统治多久 他没有信心 所以就把他给堵死了 那么中共他对秦永敏一些人 他会怎么处理 他接下来他对这些 中国大陆的这种艺人士良心犯 他会怎么处理 在这个监狱感染的新冠状病毒 危疫的情况下 他很有可能会采取这种大规模的谋杀方式 就是故意把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病人 病患者与这个中国异议人士 民运人士关在一起 让他们掩病而死 这是一种非常恐怖的前景 还有一个最后我想提一点的就是 习近平他这个复工 他不顾疫病的高峰期 二月份这个疫病的高峰期 下令全国复工复刻 有日本专家 有日本专家 不止一个这个流行病专家 都认为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决策 最近有一个日本流行病学家 叫尼许乌拉 叫尼许乌拉 他们说 他说这个最坏的可能性 是会造成中国有5.5亿到6.5亿人 感染新冠状病毒 他这个说法 这个专业的这种预测 与我的这个预判 与我的预言是一致的 就是他这个习近平这个 不顾疫情最高峰 强令复工复刻 会导致新一波的这个感染高潮 为了这个维稳 哪怕死几十万人 死上百万人也在所不惜 这个非常集中的反映了 共产党政权的 超级的邪恶性 他简直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人类的政权 他简直是一个魔鬼的政权 好的 我今天的节目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